一年一度的加州山火又烧了起来 且一发不可收拾 并且火势已经蔓延到了加州洛杉矶西区 过火面积已经高达200公顷 附近上千居民被要求紧急撤离 这其中也包括美国胡人队求亲 罗伯兰詹姆斯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自己和家人正在撤离到安全区 而加州政府早在27日 便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消息 此前加州政府已下令让近20万人离开自己的家园 为了防止更多地区着火 该州最大的公共事业公司切断了对数百万居民的供电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 美国加州当局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北加州的Kinkade大火已经蔓延了74000英亩 尽管有15%的火势已被控制 但要完全熄灭大火 预计仍需数周至数月的时间 这不是加州今年第一次发生山火 但绝对是最大的一期 根据加州森林消防局的数据 2019年加州超过1000英亩的火灾 已经发生了35起 大大小小的火灾加在一起也有5000多起 小伙伴们有没有被这个数据惊压到呀 但是 人间处处有真情 资本主义当道的美国有个例外 平飞军有朋友在加州身处水深火热 此刻美国四大运营商之一的AT&T发来一条消息 宣称在山火期间所有的通话 短信以及网络流量通通免费 以帮助大家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刻 更有座青年公寓的公司 紧急安排出赈灾防源 让受到火灾影响的同学们 能够有个温馨的落脚点 因为据说 UCLA受此次火灾非常严重 同时正在开车找落脚处的詹姆斯 或许也非常需要这样的停靠站呢 除了这些下安心的企业 个人的提前防备措施更为重要 身处火灾高发区的朋友们 应该时刻做到以下几点 来预防蓝势汹汹的大火 1.提前准备好备灾工具包 为所有家庭成员准备足够的水和食物 因为你将无法做饭或者用电 2.预先给手机电池或其他电子设备充电 确保手电筒的电池充足 3.如果是普通车 至少要保证有半箱汽油 4.请确保家里有一些备用的现金 5.可以在停电前 拔掉家里的电源插头或关掉电器 以免发生火灾或造成损坏 6.提前准备不需要烹饪的 不易腐烂的食物 以及手动开灌器 随身携带电池供电的 手电筒收音机和备用电池 7.冷冻盛满水的塑料壶 制成冰框 将它们放在冰箱和冰柜中 以防止食物变质 8.随时关注当地在推特和Facebook上 发布的最新动态气象服务 以及地方的消息 最后希望来一场瓢泊大雨 浇灭加州这块躁动的土地吧